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德国知事 今天我来野外拍这期节目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这草地特别漂亮 今天天不是特别蓝 但是还可以了 有的小伙伴留言说 让我说说自由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话题太大了 自由啊 是不是想挖个坑 叫我跳下去呢 我觉得这自由啊 应该是个哲学的话题 就是一个人呢 是个个体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支配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是我理解的自由 但是这自由在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解释 因为每个社会 每个国家 它的制度不同 它的宪法不同 那规定的自由也不同 也就是说自由啊 它并不是说无限的 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是无政府主义 而是在一个法律框架之内 规定的范围之内 你想干的事情 这个框架内的东西 才叫自由 比如说自由有新闻自由 有言论自由 有学术自由 还有宗教自由 我认为这四个自由 就是我们普通人或是人类 理解下的自由 理解下的自由 比如说今天我站在这个草地 这是私人的 按理说我是没有自由站在这里 我现在是行使我自己的自由 但是呢 对于这个主人来说 我是没有自由站在这里的啊 所以我就是说 从这个很小的例子可以理解 这个自由并不是说你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有一句名言 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泡 是真的这样吗 我不认为 它也只是相对的啊 那说到自由 我刚才说了 是每一个国家 按照自己的宪法 按照自己的社会制度来 定出了一些规则 有一个相当于有一个框 把你框起来 在这个框之内 你才能够行使你的自由 那今天我就按我自己的理解 来说说自由 首先我认为一个人 按照自己的意志 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这一点的自由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 我不赞成中国 那个没有先锡自由这个权利 因为中国这个户口特别 现在稍微改观了 以前像文革之前 你去从 比如说从这个村子 到另外一个村子 去拜访什么什么人 都要经过批准的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初中毕业之后 我考上了另外一个 更好一点的学校 要去外地去念书 当时我是农村的 还要去我们大队部 去开证明的 大家理不理解 这大队部要开证明 说介绍信 我村的子弟 要去你们那个地方 请接纳 怎么怎么样 这就牵涉到 牵涉自由 还有这个户口 这个中国这个户口 形成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差别 相当于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两个不同的阶级 这样 我认为也是限制了人的自由 第二个自由 我想说的就是言论自由 当然要和新闻自由放在一起说 在这一点我觉得言论自由 在哪一个社会 哪一个国家都有规范 比如说某灯塔国 他不是说我们国家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吗 但是这一点 他是自己打脸自己 我们记得很清楚 在世界上有两个比较有名的人 一个是斯诺登 另外一个是阿桑奇 这两个人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如果我没记错 阿桑奇应该是瑞典人 对吧 然后斯诺登应该是美国人 斯诺登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抓起来 为什么会逃跑 我们都知道斯诺登 他原来是帮灯塔国某个机构 某个专门监控全世界的机构工作的 他实在不能忍受 某国某灯塔国政府这种的操作 所以他忍不住了 他要把这真相说出来 好了 现在他行使他言论自由的权利了 他说出来 可是某国灯塔国 他就不能够接受他这样的行为 然后全世界通缉他 使他没有任何藏身的地方 最后俄罗斯 把他收留了 另外一个先受到言论自由的 是阿桑奇 他就把这些黑幕全部把它爆出来 而且是一天放一点 一天放一点 西方现在受不了了 然后全球通缉他 最后俄瓜多尔驻英国的大使馆 收留了他 但是后来西方国家施压给俄瓜多尔 所以俄瓜多尔又把这个人引渡给了西方这些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新闻自由 对吧 但是说到新闻自由 我也不得不说 中国这方面 我觉得做的也有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很大问题就是说 他不接受公开的对政党对政府的批评 即使是你有事实根据也不接受 如果你政府做的不好 你这个政党做的不好 为什么不允许人家批评你 有批评 你放开这媒体 只要是在事实的基础上 有媒体自由的报道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政府 不能够给一些媒体更大的言论自由 如果你这个政府有问题 为什么不能让媒体批评你 为什么不能让民众批评你呢 有批评你 有建筑你才能够更好的进步 对不对 另外一个有煽动政府颠覆政府的罪 这个罪名我觉得也是应该有讨论的余地的 如果你这个政府做的不好 那也引起人民说反对的声音 对吧 煽动政府就说明有人反对你 有人觉得你不好 有更好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开明的政府 既然我想煽动你 要想颠覆你 那做一个开明的政府 我会可能会跟民众对话 问你哪个地方不满意 我到底哪个地方做的不好 哪个地方有改进的地方 你有改正的地方 这样你才能够进步啊 如果你是因为人家民众反对你 然后你要打压 要抓他去坐牢 我觉得这样就是有某种形式的独裁了 比如说我是做自媒体的 我做一些题材 我做的视频 在油管我发出去 虽然我有黄标但是至少让我发出去 可是呢在国内 比如说在B站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 一般来说在油管我能发的话题 只要是涉及到政治方面有有关的东西 都发不出去 而且很多情况下我说的话题 其实我是站出来站在中立的立场来说话 因为很多东西 我觉得西方这些体系的国家 它实在是在莫害中国了 我是站出来站在中立的角度说话 甚至这种情况 我都在国内的网站 我都发不出去 就说明着言论自由 还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这点我是非常有意见的 还有翻墙的这点 虽然我能理解政府建墙 有它的考量 但是呢 这墙可不可以建得低一点 或者是有些网站 我们能不能够放开 我觉得政府要有引导的能力 但是不能够压制它 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有自信 允许民众看他们想看的东西 既然中国你觉得西方是默黑你 那你拿出你的证据 你拿出你的话语权 发出你的声音啊 我觉得天长日久之后 你只要你有事实证据 跟西方的默黑 放在一起比较 那久了之后 我觉得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 至少会一点一点明白 谁在说谎 谁在以事实说谎 所以这我觉得中国政府 应该多一份自信 允许人家批评你 允许中国民众批评政府 好吧 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民众能够发出声音 我相信大部分的民众 是希望政府做好自己工作的 当然不排除有一小撮人 可能接受西方的思想 接受西方的某些金钱的帮助 想颠覆这个国家 把这个国家搞乱 但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民众 是希望这个国家 往正确的方向走 使整个国家能够向前发展 让中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 再说到自由 学术自由 讲到这一点 我就觉得 不管西方还是东方 谁都不要批评谁 谁都有一定的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吧 前段时间 美国不是通过国务院发了令了吗 特朗普签字了 就是中国的很多学者 他们说是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学者 就不能够入境美国 不能够到美国的学术机构 进行交流 学习 留学也不行 要把这些人赶出美国去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科学家 是勤勤恳恳的 就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 想做出一些东西 但是由于这些国家 像美国现在意识形态作怪 凡是以为中国的学者 凡是以为中国想研究的东西 都是邪恶的 都是想帮助中国的独裁的政府 这独裁 当然我觉得是打引号的 我认为目前美国 还有西方 特别是美国 他就是有点像中国的清朝 闭关锁果 因为他看到中国 确实这发展态势越来越明显 很快就要超过他 他现在当然非常着急 所以他就想 你现在马上要超过我了 我一定要打压你 不能让你超过 所以他要使出各种各样的手段 通过学术打压 通过科技方面打压 America first 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建了墙一样 把美国与世界隔绝起来 关起来 就是闭关锁果最好的表现 对吧 和中国清朝政府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闭关锁果 你永远能够强大吗 我看不可能 因为这科技一直都要进步 我相信中国人的智商 平均来说 人类学家说了 中国人的智商 肯定要比美国人智商平均要高 对吧 如果你一天到晚闭关锁果 我相信你原来的科技非常进步 但是人类的知识也是往前发展的 如果你关上门 你闭门造车 而中国是开放的 它有很多科技的人才 有很多非常聪明的人 我相信通过中国自己的科研人才 跟世界另外其他国家 互相交流 取长补短 那总有一天 中国的科技不仅是在一个方面 可能在很多的方面 会全面超过美国 这完全是有可能 我也相信是绝对有可能的 只要你美国敢闭关锁果 那中国超过你 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这闭关锁果 这学术的不自由 相当于是搬了石头 扎自己的脚 下点我想说说宗教自由 这一点我也联系到 就是中国和西方体系 因为西方体系 不管是他们政客还是新闻 一说到宗教自由 西方体系的国家 就是特别的步调一致 就说不管是新闻是政客 中国打压宗教自由 最好的例子就是说 维吾尔人的集中营 说是几百万人 中国政府把几百万的维吾尔族人 投进这个集中营去 想想看 维吾尔族人可能是一千多万 如果投了几百万 就相当于三分之一的人都投进去了 你还得了要建多少的集中营 但是西方的人他从来不想一想 这有可能吗 为什么是那些自己穆斯林的国家 没有去批评中国政府的做法 而是西方这些所谓的圣母表去批评 就说明他们是很有导向性的 他们的言论 宗教自由 他们认为在中国没有一点 原来的西藏也一样 现在西藏部说就说新疆了 反正他每一个阶段都要找一个话题 来说中国就是打压宗教自由的 其实中国政府的声音太弱了 我们都知道在新疆有 据我所知啊 有两万多座清真寺 它的清真寺的密度要比这些穆斯林的国家 还要密 说明什么原因呢 难道中国建了那么多清真寺 是为了给游客看吗 当然不是 当然是为了给这些新教人去做礼拜啊 另外呢 还有一个法轮功 到底这个法轮功是不是宗教 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呢 我想问一下 看我频道的观众啊 有多少去看过法轮功的官网 大家如果去看了他的官网就知道 这个真正的是邪教 因为他很多的宣传的思想 可以说是放屁一样 还有他宣传的东西 很多呢是跟政治有关的 说什么共产党活摘器官怎么怎么样 我记得法轮功在国内还没有禁止的时候 当时呢 每一个村子都有他们的组织 当时鼓吹 有病也不用去医院去看 你只要练了法轮功就会自动会好 当时农村很多老太太也相信了 因此也死了不少人 他这个组织非常严密 在每一个村都有分支机构 想想看 当时啊 如果是 而且他的信重非常多 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村有很多老人 或者是很多农村的人 他们相对来说文化水平比较低 所以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当时法轮功在中国农村 是非常如河如图的 当时有这样的风险 如果是法轮功号召起来造反 很可能全国就乱起来了 所以从这点来说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把这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 最后一点我讲的自由 就是不干涉他人私人生活的自由 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不管你的性取向如何 你的党派倾向如何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能干涉 但是这一点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西方国家 都有改进的空间 比如说在中国 很多人喜欢去干涉别人的生活 比如说人家性取向了 或是有没有结婚了 有没有小孩了 等等 当然这不是政府的错 而是这个文化的问题 在西方也一样 也干涉到人家私生活 比如说明显的就是美国 美国的政客要特别小心翼翼 他的私生活 是不能够出半点问题的 一出了一点问题 比如说像克林顿 比如说克林顿和实习生 对吧 这完全是私人生活的问题 他们两人互相有好感 或者是那个女的为了什么上位 而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 都无可厚非 这其实是道德层面的问题 而不是法律层面的问题 像德国就不一样 德国的媒体一般来说 是不报道德国政客 或是政治人物 私人生活方面的事情的 他有没有小三 他有没有离婚了 对德国人来说 根本这来说就无所谓 因为那是你私人生活的问题 只要你的工作做得好 德国民众就会认可 但中国这方面又跟美国很相像 比如说你去洗脚房去了 然后跟某某私族女发生了什么关系了 被爆料出来 那你的乌烧帽也会被丢 其实这也是某个道德问题 而并不是违法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现在很多方面 道德的约束 甚至要超过法律的约束 刚才说的感情方面的私生活 就是个例子 我还是认为私生活就是私生活 私生活有问题 不表明你执政能力有问题 道德标准 我觉得是这文化来设定的 所以我想说 自由都是相对的 每一个社会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自由的标准 都有自己的框架 在这个框架之内 你想做的事情就是你的自由 否则就是不自由 我现在想起来不自由 我们不是吗 德国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 越是标榜自己自由的社会 是越不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条条框框法律太多了 规范了你 比如说在德国是不能够随便出去钓鱼的 你看到河里面非常多的鱼 但是不能去钓 你去钓鱼要先考一个钓鱼证 有了之后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你才能够去钓鱼 你不能够在比如说鱼交配的时候去钓鱼 不能够在鱼产软的时候去钓鱼 你看在德国这方面就没有自由 在其他国家如果是不用钓鱼证的 他就说我很自由 我有钓鱼的自由 你德国就没有 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 就说明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自由的标准 另外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美国 我们都知道美国宪法规定 每个人都有持枪的自由 对吧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持枪是违法的 那你美国有这持枪的自由 你不能强迫中国 也有这持枪的自由 对吧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法律 不能够全世界都是一个标准 我再举个例子 在有些国家 比如说荷兰加拿大 毒品是合法的 甚至荷兰还有专门叫coffee shop 就专门去吸毒的地方 当然它的吸毒 当然是比较轻的那些毒品 但在中国这些就非法 你荷兰加拿大 就不能以这个理由 说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自由 另外一个 中国对毒品是绝对是零容忍的 对吧 前段时间 澳大利亚不是有个人 被判死刑吗 然后澳大利亚还希望呢 其他西方国家帮澳大利亚 把这个人把他救回来 中国法律就明确的规定 你走私多少克以上的毒品 就是死罪 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都是死罪 这中国法律 就法律框架之内的 你能够做的才是你的自由 所以你外国或者是西方国家 你不能以你自己的法律 来套到中国法律身上 所以你外国的自由 不能无限的套到 另外一个国家的身上 好了 今天我对自由的理解 我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建议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可以互动 也可以一起讨论 我们下回见了 拜拜